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我們的呵呵呵英雄啦 那目前來說哲平已經打到我們第15章節的無盡荒漠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隻哲平覺得還蠻不錯的角色 也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也是我們的娜家喔 娜家的話我覺得還算蠻厲害的原因是因為 娜家會召喚海浪然後攻擊同列的敵人 然後最厲害的是他的海浪啊 會有擊退的效果 而且大家攻擊會擊退冰凍的敵人喔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跟我們這個冰晶女王搭配的話是不錯 因為我們冰晶女王的話會冰凍 所以他們這兩隻搭在一起的話感覺是真的 蠻不錯的這樣子喔 然後哲平原本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每次挑戰任務這邊挑戰完畢之後可以拿到了這個 殭屍啦 就是我們第3隻的這邊的這個A10級英雄 但是這邊沒有打贏所以就 就抱歉了好不好 我還插一個碎片 尷尬 哈哈 好沒關係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娜家喔 那娜家的話確實也是還蠻厲害的 我能夠打到就是第15章節基本上都是靠這個娜家喔 好那就是娜家再加一個西夏季的這個搭配 然後再配上我們這邊的這個 NOVA喔這個冰晶女王這樣子 應該就還算是 還可以啦我覺得 真的來說應該還算是還蠻型的這樣子喔 好我們現在先把這個豬豬拿過來喔 剛好這邊直接讓我可以用一個這個 5隻豬豬喔先把這個 這個擊退的這個 娜家給他先弄起來喔 都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然後我們這邊把西夏季也先給他弄起來 初期的話基本上哲平會選擇步數啦 或者是就是 把那個場上這邊全部都轉換成就是那個角色 因為其實初期的話呢 也沒辦法就是 該怎麼說 沒辦法就是 太輕鬆啦 就是你要必須要用一些手段 不然沒有東西可以打人的話喔 你這邊 會過得很辛苦 像我們現在基本上的話 整體來說算是會過得還蠻辛苦的 因為 沒有什麼太多的角色出場 然後也不知道這些飛機會不會很可怕這樣子喔 然後盡量就是先讓那個吸血鬼拿到就是可以就是在那邊揮他的這個棒棒啊 他能夠會棒棒的話基本上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攻擊範圍會稍微比較大一咪咪這樣感覺喔 然後你這邊的話基本上的話就是先把那個 先把我們這邊小隻的就可以給他弄起來 然後初期基本上其實 呃就 呃 能增加步數就增加步數 不然就是 能夠換角色的話就換角色 就是讓場面都先變成就是都是你的那個可以攻擊的這個角色 不然就會蠻辛苦的這樣子喔 先這樣合成 然後 上去上去 珠寶 然後變三隻可以 然後慢慢讓整個這個流動流起來 然後 三個硬幣或是五個硬幣其實都還是有機會可以就是 拿到一些蠻高等的一些東西啦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盡量不要像成平之前的話有一個大錯誤就是 我都會盡可能就是讓他們合成五個 但是其實這個好像不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你應該是要讓他運轉運作 然後讓他可以就是 順便過去的時候就過去這樣子 你就不用那麼辛苦就會浪費一堆次數這樣子感覺喔 就是 你盡可能如果有一些可以合你就讓他合起來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就是 比較好的就是把場面弄起來這樣子 因為我之前都是會盡可能就是看一下 如果五個離他們沒有很遠的話 我都會讓那五個就是盡量合成起來 但是其實後來發現這樣好像還蠻容易浪費步數的啦 所以就算了這樣子喔 看像這樣我就會直接這樣走 但是就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就是能夠就是 欸比較好合一點點啦 像這個的話可以先合掉 然後他就有可能有機會可以就是 再把一些場面弄好好這樣子 所以 這遊戲目前來說的話大概就是這樣子的玩法喔 你就是慢慢的去思考 你要怎麼把他就是整個拉陣拉起來喔 然後待會的話我們一樣就是 看大家能不能打到第二十關喔 第二十關從第二十關跟大家介紹 反正我們只要把那加疊起來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會穩不少了喔 你就可以就是做比較多的事情 因為他在打boss的時候他是會擊退的喔 這個很舒服喔 好這樣子然後繼續增加步數 然後 這邊把他移過來有沒有 然後 然後再把他移上去 然後我們現在打到第五關這樣子 那現在來說的話呢 最怕怕的就是有沒有看到 這個從左邊來的這些 他其實有時候會就是那個直接 穿過我這些敵人喔 然後 現在來說我們帶這個拳擊手的那個 一大要點就是 除了他的這個攻擊力算是 目前來說我們等級上面算是比較高的 另外一個就是 他的這個攻擊的這個拳擊範圍啊 算是還蠻大的喔 所以基本上就是可以就是把他放在邊邊 然後讓他去敲旁邊的那些 會偷偷走過來的那些敵人喔 你就可以比較輕鬆一點點這樣子 好然後這邊我想一下喔 應該是這樣 我們可以走這四格這樣子 所以盡可能就是 用最小的步數 然後去就是達到一個 最大的效益 這樣是會最好的 然後我們這樣可以慢慢把他用上來這樣子 就盡量每一步都要去合成到東西啦 不然其實會蠻蠻虧的 畢竟他是合合合英雄嘛 好那剩下我們就先看一下 能不能到達我們第20層囉 哇 好那我們這邊打到我們第20層這邊啦 你們可以看我的這個血量 只剩下20滴血了 腰了跟羞 好不好 超級誇張的 然後現在因為我們這個 拳擊手啊 跟我們就是那個 加納都會擊退 有沒有看到剛剛那個boss 直接被我們一直往後打 一直打到就是那個後面去 所以這個的話目前來說 感覺是還ok的 只是我們現在 這個血量有點慘喔 好 我們就來前往我們的這個 這個第30層看一下這一次能不能打贏喔 然後這邊後來有選擇就是 多額外增加就是取得這個英雄啦 所以他這邊的話 就是帶回來英雄就會比較多 然後像我們這個這邊沒有東西的話 我都會選擇這個增加次數喔 增加次數還算不錯 然後 場上所有珍珠都變成加納 然後或者是 隨機三個英雄升級 就看大家不要賭啦 如果賭到隨機三個英雄升級 賭到大的話就蠻爽的喔 然後賭到了 水啦 我們那邊直接讓一隻加納 變成了這個最高階 蜘蛛伏伏 因為加納他不是這個S級的英雄啦 所以基本上他要升到階的話 也不會像是 細夏櫃這麼的麻煩 細夏櫃是真的很誇張喔 不知道在幹嘛 超級無敵 超級無敵男生的 我現在還沒看過那個細夏櫃的最高階喔 好不好 那個真的是有夠男生的 看一下這邊該怎麼辦 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優先選擇這個細夏櫃環節 先把細夏櫃先給他弄起來 然後慢慢的我們就可以把這些都弄起來了 反正你只要讓下面的那邊阿 就是比較常就是去消的話呢 你就可以就是帶比較多的這個東西出來喔 你看這邊的話就 非常非常多隻這個角色可以弄 然後現在來說我們這個 加納 因為我有讓他就是學那個就是那個 我們那個什麼就是 正坡就是水坡 然後這個水坡是有機率可以就是擊退敵人的 所以這邊讓我們這個加納 越來越多隻的話也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最後的話我們再把那個 左半部的那隻加納給他 那個拿到旁邊來 或是拿到就是下一隻boss這邊環節這樣子喔 啊沒問題看起來目前來說是ok的 反正真理來說我們只要能夠扛住的話 那就是一個 還算是ok的這個陣型了喔 然後繼續繼續 然後 這邊的話該選擇誰 其實現在看了有點霧煞長喔 這邊啦這個這個海加納這邊可以 加納就是現在目前來說就是我們這個整個那個 今天要跟他介紹的這個重要的角色 然後現在感覺起來也算是我們這個 目前隊伍的核心 等一下 有一些比較小隻的東西出現了喔 這個好像有點慘喔 那個跑速很快欸 完了完了完了我覺得現在 呃 有點小麻煩 有點小麻煩因為 呵呵呵呵呵 他那個邊邊的那個角色真的要來搞一下喔 這個不搞不行 因為他們有一些會從邊邊過來 所以我要把這隻移到這邊去 然後讓他們就是被打這樣子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哇很恐怖欸這個遊戲說真的 還是遊戲目前來說比較麻煩就是 會有一些那個 雜七雜八的那個 機車怪喔 他們會在那邊亂搞 阿你就只能就是盡可能趕快 派一些那個能夠打邊邊的去打他們 不然整個會很麻煩 呵呵呵 你只能派一些會打邊邊的去打他們 能不能會很慘喔 這個先移過來好了 你只移下來 然後我們先盡可能看一下 能不能 能不能幹嘛 好不好 移動一下 反正前面的這些地方的話都ok 因為我們這邊的這個加納是可以就是 hold住全場的 然後我們前面有塞兩隻 細下跪了 所以前排的這個中間跟旁邊的部分應該說很ok 只是側邊有一些 雜七雜八的那個小機車怪喔 那個一定要勤 而且我們現在血量又這麼低 但是已經要勤了 不勤我們一定會爆開 而且我的那個復活已經弄掉了 我們這邊的這個 呵呵呵 只能弄幾次的復活已經被我弄掉了 所以 就只能加油了喔 好這個時候 有錢幣就盡量用錢幣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辦法 再加一下城堡的血量 回點血回點血 再不回血要完蛋了喔 然後左邊這邊的話有兩隻拳擊手ok 然後右邊基本上全部都是那個 我們那個細下跪的這個流血公式 希望這樣是打掉的喔 目前感覺起來應該是ok 吸血鬼流血公式繼續打 因為你旁邊那幾隻怪啊 你就是 你沒有辦法就是讓就是一些 就是只能打直排的能打到他們 這才是最麻煩的 你直排的能打到他們的那是其他人打不到 那就很虧 好 然後這個上去 現在只能合更多的這個細下跪出來了 要不然就是這個石頭忍喔 那個拳擊忍啊 趕快打一下邊邊 好恐怖喔 然後吸血鬼這邊的話 就是你有把他升級起來之後 就是要盡量提升他的那個 流血功用 然後讓他就是瘋狂流血這樣子 造成他們流血效果這樣子 然後讓他們就是 沒有辦法就是很舒服的就是活到最後 哇完了 下面那幾隻 好像有點誇張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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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勢不妙 這次我們會不會撐不下去誒 我覺得有可能會撐不下去誒各位 哇大勢不妙誒 真的大勢不妙 我聞到一股股怪怪的味道了 完了 如果又是那個天使兵的話 剛剛他們那個很硬誒 然後直接過來我這邊會受不了 真的 而且我們現在也只有最左半部 有那個最高階的這個 加納而已 來我們繼續 讓這個加納增加這個 海坡的這個機率喔 增加5% 好不好 拜託了 我只能說到時候如果打Boss的話 我們應該會比較輕鬆一咪咪 因為我們這邊可以一直用這個 海陣擊退 好不好 我也只能說只能輕鬆一咪咪而已 好不好 希望是可以啦 好不好 我不想要輸啊 哎呀 反正希望剛剛那個天使大兵團不要再來咯 那天使大兵團如果再來我真的會受不了 完了 喔好險好險 好險 哇 旁邊那個 要來車翻我們了 全局攻擊加20% 快快快快快 哈哈哈 好恐怖欸 那個 有沒有看到嗎 剛剛想要鑽啊 鑽過來真的很噁心啊 城堡最大血量再加200 好好好繼續補血 哈哈哈 幫我血加住 拜託了 那我覺得我現在 我現在應該就是 加納那個部分的話就那樣了 我不要讓他們就是 再變更高階了 我要累積更多的加納 然後其他 氣下故意就趕快去邊邊 幫一下 好不好 所以其實這遊戲啊 說真的他還是 蠻需要一些就是那個 陣型的這個 就算你把它合出來 你版面沒有用到他們 也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 所以你基本上你合完之後 你還是要把它排到一個 最適合他們的這個位置 不然真的會蠻慘的齁 好現在看起來 右邊這邊會偷跑 這些應該都刷的掉了 應該都刷的掉 刷的掉就好了拜託 喔好緊張喔 我的天快要打BOSS了 快要打BOSS了 我們快要沒轍了 我想一下喔 這邊要打BOSS的話 我們就是先合成這個 比較高階的這個 攻擊手 輸不來 然後 這邊 希望待會BOSS是 左邊過來的啦 好不好 希望啦 因為我感覺我們目前來說 應該是左半邊比較強 應該是左半邊比較強 來了29 各位 現在整個盤面應該是很適合打我們那個啦 應該是很適合打我們這種一般關卡 但是BOSS關的話就要看一下了 看一下那個西夏鬼究竟可不可以就是整個把我們hold住 然後加納這邊能不能一直瘋狂擊退喔 如果能夠一直瘋狂擊退他們的話 那隻BOSS應該就OK了 但最怕的就是因為BOSS死掉或是BOSS關卡好像有時候也會帶一些其他的冰種過來喔 來了 好在左半部 左半部這是我們的一大福音啦各位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來說 最強的是在左半部 好把這個西夏鬼用過來 然後 這隻也走進來好了 這隻走進來 這隻走進來這樣 好 拜託了 拜託了 擊退戰法 然後右半部有很多吸血鬼可以幫忙打應該是OK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這邊可以冰 然後再來就是 又可以那個噴那個就是 噴那個什麼 擊退有沒有看到 擊退掉了 好 那這次應該是蠻穩的喔 所以加納的話我是真的還蠻推薦大家的 這個擊退是真的蠻酸的 看 他們BOSS直接過不來喔 有沒有看到 又推回去了 超猛的水波 這隻真的大家一定要練 而且這隻的話基本上不是H級的英雄喔 大家帶上場的話應該真的會蠻好去打一些BOSS 直接推回去了喔各位 OK吧這個 舒服的各位 舒服的 這個缺點給大家 完全沒問題 Nice 喔這關是那個耶 40層的是不是 欸真的耶 這關是40層的 哇 完了 好 那我先看一下我能不能打到最後一關給大家看一下喔 哇 結果最後的話我們沒有辦法成功打到第40層啦 因為我不知道這關是第40層的耶 GG 沒關係我試一下再繼續努力喔 不過今天應該有讓大家看到就是那個 我們加納很厲害的地方啦好不好 這就是今天真名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隻很厲害的角色 雖然他不是我們S級的英雄 但是他一定可以幫你就是在打BOSS方面來說 就是做到一個很好的一個COVER 因為他的擊退陣容啊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而且再加上我們這邊的這個拳擊手啊 他也有一些就是能夠擊退的這個效果 然後再加上他可以跟我們NOVA搭配 然後再加上吸血鬼這邊的這個一個大力輸出 應該還算是一隻還蠻好用的一隻角色好不好 我們這個 加納 喔 納加啦 一直講錯耶 一直唸錯人家名字 人家叫納加啦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哲平打到第15層 你們打到哪裡也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啦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前面子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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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